赌王何鸿燊去世了,享年98岁 一个不会赌钱却拥有半数以上澳门赌场 垄断澳门博彩业41年的传奇人 他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跌宕起伏呢 何鸿燊出生于香港四大贵族何启东爵士家族 他的爷爷是当时花商五巨头之一 他的博祖父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位首富 他从小住着最好的房子,坐着最好的车 读的也是香港最好的学校,黄仁淑院 有着如此家世,又有哪个人会限于好好学习 但如果你认为他就是靠着祖辈的资产坐上着赌王之位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伐其身 这句话里的一切苦难,从何鸿燊13岁那年开始便一一出现 1934年,何鸿燊的父亲和三位叔父被人算计 炒股失败,倾家荡产 抛弃弃子,逃到了越南 衣食无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家里也不再负担得起何鸿燊的学费 为了继续上学,他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 奖学金 祖辈都是顶尖的商人 何鸿燊的基因自然也不会差 这一咬牙一跺脚,就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拿下了奖学金 又在之后考进了香港大学 本以为日子有了叛逃案 却没想到1941年抗战爆发,香港失守 哪还顾得上学业啊,保命要紧 可又能往哪逃呢 那时隔壁的澳门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而同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 有超过200万的日本移民 所以日军他不敢造次 于是何鸿燊兜里揣着仅剩的石岗币 以难民的身份逃到了澳门 20世纪40年代 澳门码头被封锁 生活、医疗物资都运送不进来 这种时候,谁能铤而走险 从海上把货物运进来 转手卖给当地豪生 一定能大赚一笔 可这遍地黄金之下埋藏的却是万丈实海 每一次出海 不仅要和官员纠缠和黑帮竞争 甚至还要和海盗搏斗 就这样,干了两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后 何鸿燊赚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 并用这笔钱 开启了洋行、船务、煤油公司 生意遍布经营买卖、炼油、拆船、药品等等 50年代初就积累了200万财富 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富豪 他的迅速崛起 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但也惹怒了一群当地商人 你一个香港仔 把我们的粥都分完了 我们喝什么呀 从此,何鸿燊的所有生意麻烦不断 甚至收到了手榴弹威胁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何鸿燊决定暂避风头 回香港另谋出路 本以为又是一人声低谷 却没想到是一次弹射起步 此时的日军已经投降 撤离了香港 百叶带新 这次回乡 正是他成为赌王的序幕 在何鸿燊之前 澳门的赌王叫傅老荣 他通过竞标 从前任赌王手上 夺下了唯一一张赌场牌照 占了澳门博彩业二十余年 可到了1959年 时任澳门总督 对于他们老富家十分不满 税收长年没变化 你们怕是偷税漏税吧 于是趁着1960年 傅老荣去世 总督发起了新一轮的赌牌竞标 划分两头 回到香港的何鸿燊 发现了大量房地产的需求 于是承建了不少的商业写字楼 和住宅大厂 59年的时候就赚到了1000万 以顶级富豪的姿态 回到了澳门 加入了这场混战 盯着这块肥肉的 可不止他一家 有旧敌地头蛇 有各地的帮派 更有普国的势力 这可不仅仅是金钱的较量 而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斗争 此时何鸿燊出了个奇招 开出了让总督无法拒绝的条件 第一开新港口 第二买最快的船 让香港赌客能在一小时内到达澳门 第三赌场赚到的钱 90%拿出来做赐产 拿下唯一一张赌场牌照的何鸿燊 也引来了杀身之祸 澳门王和弦 设下红门叶 给何鸿燊两个选择 脑袋和牌照 你只能二选一 可此时的何鸿燊 早已是身经百战 不再是当年那个矛头小子了 他在江湖上放出风声 如果有人杀了我 但凡有人能杀了凶手 就可以到我何家领一百万 此令一出 所有杀手闻风丧胆 都怕赚了钱没命花 就此 何鸿燊开始了 他长达41年的独王生涯 微风低手 何老的一生 大起大落 屡败屡占 从口袋里只有十块钱 到能花六千九百万 为国家买回流失的国宝 实乃是传奇 真心愿老人家一路走好